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二题 像这个题呢更吓人了 首先讲的就比较恶心 是一个什么分数来着 三分数啊 好麻烦的了 它的分子分母都很恐怖啊 尤其分子 可不是吃素的啊 好我们来观察一下吧 来分母呢 你发现是一个括号乘一个数 而分子 这是分子sorry 这分子是一个括号乘一个数 分母呢是一个括号乘一个数 其实我们可以先 发现这两个是可以约出的 对吗 对不对 刚好是几倍 三倍嘛对吧 它是一 那它就是三了 那这样还不行啊 它得算出分子母和分子 另外一个括号里面的呀 我们先看谁呢 先看分母吧 分母不要减了 分母是不是96减这个 那我难道要把96减这个 把它算出来吗 很明显是不应该这样算的 对不对 当死算教题也能算全 你信吗 我也信 对吧 但真爱生命远离死算 这是我们学数学人的一条信仰 对吧 真爱生命远离死算 好吧 先不管了 这是96 96减去195分之167 很明显它不应该绞号成小数 或者什么 那我们再看分子这一串 该怎么办呢 它是两个相乘 一条观潮是这一堆相乘 再加这一堆相乘 对不对 那能不能提公益数呢 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对不对 很可惜现在不能 那不能的话 我就先把它这一堆 这一堆把它处理一下 这一堆把它处理一下 对吧 那这一堆呢 2.375 出现了吧 375是八分之几呢 0.375是八分之几 8分之三嘛 对吧 8分之三 因此就是2有8分之三 那这呢 4有4分之三 对不对 因此我们先把它简单处理一下 OK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解体过程 好 你看处理变这个样子了吧 那它是3 这个是1对不对 好 这个是1 这个96减去对 好 它比我懒还没算 好 你看这个不动 这个是2有8分之三 这个4有4分之三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 现在能不能提供因素呢 很明显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2有8分之三 这4有4分之三 很明显可以提 对不对 那这是8分之几 这是8分之几 8分之十九 对不对 那这是4分之几 4分之十九 对不对 对 因此就可以把8分之十九给提出来 提小那个 对不对 好 把8分之十九提出来 这里呢 相当它等于成 是不是等于8分之十九 对不对 因此你把8分之九提出来 是不是这一堆还剩这个 这一堆就剩下这个乘以2 没有问题吧 好了 现在为了省空间 秀琴老师呢 就把我们的上面和下面呢 把它分开来 OK 把它分开来 好 我们先算上面的部分 你看 它把8分之九 十九提出来 那再乘以3 对吧 里面呢 这个就剩这个 而这个呢 还得12又8分 85分之四再乘以几 乘以2 是不是285分之8 就24 又变285分之8 对吧 好 那有同学说 老师这一步 我还不清楚 12又285分之4 乘以2 为什么等于24又285分之8呢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直接让它乘以2的 它不乘 是不可以的呀 你这样想 这是一个带分数 带分数是不是相当于12加285分之4 那乘以2的话 是不是太乘以2 这个也乘以2 因此这变24 这变285分之8 明白什么意思吗 好 这小错我不应该犯 对吗 但是我又不能不说 好吧 做老师还真难 大家原谅我 好 下面呢 分子呢 我们处理到这个程度呢 我们就再进一步的 把我们的这个8乘进去 乘以8分之1 再乘以19乘以3 是不是现在除以8 那每个是不是都除以8 那就变成了多少 这除以8变2 对吧 这除以8变1 因此2又247分之1 这个呢 12除以8就变3 3又285分之1 对吧 好 乘以19乘以3 然后乘进去 乘进去是这样的 这个3我不乘 为啥不乘 因为我知道19跟他 刚好可以约分 19跟他也刚好可以约分 对不对 我为什么看得出来呢 其实我不是看得出来 我是试出来的 看能不能约分 对不对 19跟他相处 是吧 跟这个整个相乘 我们办法等于95 那19跟这个相乘 等于15分之1 那最后呢 相当于这一顿 到正就这一顿 对吧 其实我已经可以不处理了 我可以不处理了 因为我们的分母 96减去这个 其实就是这一顿 96要凑个95出来 对不对 好我们先显示出来吧 96要凑个95出来 是不是相当于 95不动 用1减去这个 而1减去这个 就刚好是195分之28 195分之28 刚好是13分之1 加15分之1 因为195分之28 就刚好等于13 存以15分之13 加15 因此就等于13分之1 加15分之1 那这里呢 又用到我们的分数的列上 对吧 就叫列合 明白吗 就是列合 两个相加 你看就列合的形式 明白吧 好那这个题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呢 刚好分子是分母的 三倍关系 因此最后答案呢 原式就等于3 明白了吗 好这个题我们就做完了 像教廷呢 在计算当中 它属于比较难的题目 不光吓人 而实际上它理念呢 也是比较麻烦的 教廷呢 我认为在考试当中 它的得分率 不会超过20% 那有同学都说 真的吗 据我的经验 是真的 好吧 那这个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好那下面呢 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OK来看一下 那凡分数 计算的关键呢 有三条 第一 分子分母要独立化解 独立化解的时候呢 要注意常见分数小数 相互转化 像比如说 2.375这些 好这一点要注意 第二点呢 就是巧妙的提供因素 那提供因素 这点可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啊 你会提其实会简单很多 不会提也没有问题 也能做对 OK 好第三个就是整体约分技巧 你不要把分子分母 分别算出又一个数 分数也好 小数也好 带分数也好 就算出一个 这何必呢 干嘛跟他叫这个针呢 没准他上下可以约分的 对不对 因此呢 先放他一马 到最后再把它逮回来 也不晚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 书生老师总结的这三点 我们呢 先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